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想录一期room tour 我是在看了就是youtube上面 一个叫carecreator的那个youtuber 他拍了一下 就是自己在离开学校宿舍之前 然后清点了一些学校的东西 我就想 我大一学年也快要结束了 然后十天之后我就要从这个房间里面 搬出去搬到校外的公寓 这个房间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床一个桌子 然后这么长时间之后 就已经被我堆满了 就是能放东西的地方 我都已经放了东西了 然后本来感觉不会有什么 但是真正到搬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 这些东西还都 就是都代表了我 大一时候的某些回忆 然后所以说我就想在我收拾东西之前 通过这个视频的形式呢 来记录一下 我就是大一到底发生过哪些故事 然后看看我到底有多能堆东西 一打开房间门呢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窗户 但是因为今天是阴天 所以说阳光没有特别多 但是平时都会有一种被阳光叫醒的感觉 桌子上来说 这个就是前两天去圣地亚哥 那个海洋公园 然后买的一个小杯子 然后当时觉得它挺可爱的 但是它也挺贵的 就是二十刀吧 然后里面的可乐 喝起来都有钱的味道 真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的烧水壶 然后这个是用来放 就是洗面奶什么的 然后我去洗脸的时候 因为是就是好几个房间 share一个卫生间 然后我直接拎在这个篮子 去洗手间洗脸就可以 然后这边这个篮子是 就是全是一些卸妆的东西 然后我一般在房间卸妆之后 再去卫生间洗脸 嗯 这边是我的钥匙 然后这个也是盲盒抽出来的 然后是一个 是一个美人鱼 对焦please 然后这个是洗手液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买到 就是这个味道 我觉得特别好闻 以后可能还会买 然后这边就是手霜 一个计算器 然后喝水的杯子 还有一个蜡烛 然后这个蜡烛是在 那个anthropology买的 然后其实我们的宿舍里面 并不让点蜡烛 因为它会有那个烟雾报警器 然后所以说我可能点一下 这个蜡烛整个楼 都会被那个 报警器逼出来 然后所以说我就 当时买的时候 那个人跟我说 它是限量的 就以后可能就不会卖了 然后所以说我就先买下来 然后等到时候 搬到新家里的时候用 然后它是 它这个味道特别独特 是那种茶香味吧 就是哦对 它是 gray tea灰茶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茶 反正就这个特别清新的味道 然后放在这边都会有香味 我觉得点了之后可能会更香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杯子 然后还有一个放我胶带的地方 我曾经一直在写手账 然后但是来了这边之后 可能每天比较忙 就没有时间用这些 就是可能还会写日记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用这些 花花绿绿的胶带 去装饰我的本了 然后这边就是纸 然后我的镜子 还有我的日记本 然后这个日记本是当时在那个店里买的Cate Spade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里面加的是之前拍的两张 拍就保利来的相片 然后后面还有加着一些 我记得加着一些我去纽约玩的一些门票什么的 这个是LA的一个 就是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Bar 就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博物馆的门票 然后这个是MOMA 这个是在纽约的一个博物馆 艺术馆的门票 然后这个是那个 纽约Museum of Sex当时的一个传单 然后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车票 这是当时在纽约看Broadway的那个 阿拉丁演出的门票 然后这个也特别好看 就我推荐大家 就其实不一定要看这个了 我觉得百老货真的是每一部剧都特别值得去看 就你看完就每次看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有才华的人 然后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车票 这是Museum of Sex当时的那个手环 然后 哦 没了 然后这是我的日程 就是我因为晚上要考试了 然后会写一些什么时候考final啊 然后要干些什么这些事情 然后我有在努力写日记 但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晚上可能没时间什么的 这些事情也是写断断续续的 这个唱片机是我一直特别想买的一个 我比较喜欢复古的东西 然后也比较喜欢听音乐 然后我尤其特别喜欢听那种六七十年代 就是美国一种rock'n'roll那种音乐 然后所以说我就一直特别想买一个 就买一个黑胶唱片机 那我一共买了四张黑胶唱片 然后因为其实我还有很多想买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怕没有地方放 然后或者是根本听不过来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继续买 所以说现在一直都是这四张 然后第一张是 La La Land 然后当时我看这个电影就特别喜欢 然后里面的歌我真的听了有 听了有半年吧 就是它那些电影原生 就除了那个 就它最基本的什么City of Stars 或者是什么 Another Day of Sun 然后它其他里面的纯音乐也都特别好听 这方面也很好看 就是白色 然后上面有 就是Mia和这个男主 叫什么我忘了 就是他们两个的照片 然后里面是有只有一张碟 然后有两面 然后你可以换你的听 就这个 这个一般在urban affair就可以买到 就是还挺好买的一种碟 然后第二个呢 也是当时就是为了试这个机子买的一个唱片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包装挺好看的 然后当时 其实我不知道它是谁 然后当时是和朋友一起去逛的那个urban affair所买的 然后的剩下两个呢 是我在一个 是在Santa Barbara当地有一个就是卖唱片的店 然后里面都是很旧 一般都是二首 就是或者是十首都可能 就是那种很好多年以餐的那种唱片 然后这个呢 这个我当时 完全就是因为它好看我才买的 就看它打开就这样 就我觉得它 不管哪一面配色都特别漂亮 然后就是即使里面的歌不好听的话 我觉得版材料也很好看 然后它打开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也是应该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乐队 就可能不是很出名 所以说它的唱片就没有特别的贵 I don't know 有可能它们挺火的 然后我不知道有可能 然后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要重磅推出 拿反了 这个就是Beegees Beegees 它这不是 这好像是 这并不是一个专辑 这好像他们的歌的一个合集 就比较火那这个歌 然后当时 看到这个的时候 看到它后面的歌单 里面有 Staying Alive 还有How Deep Is Your Love 然后我看到这个 How Deep Is Your Love 之后我就立刻 我就决定要买它 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这首歌 就我感觉就是听二十遍 听二百遍 也不会听腻的那种类型 就是除了这四张以后 我搬了家 还可能会买什么 Fleet with Mac 或者是The Beach Boys 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唱片 就是好几年以前的唱片 才有买的必要 但说实话呢 就是这个唱片机 我觉得它大部分的作用 还是用来摆着看 它的音响效果确实是很一般 它倒是也可以连手机放音乐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你有更好的音响的话 就不需要去买 靠这个来放音乐 然后买几个 自己喜欢歌手的唱片 然后转一转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个比较值得说的 就是这个相机 这个是Holly来的那个 OneSAP 就是它用的相纸是六百 具体型号我也不是很懂 当时我本来是考虑买它 那个比较新的就是白色 然后这边有两道彩虹的 那个相机 但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就是就感觉它太现代了 就是没有保利来的灵魂 然后后来就是 我在洛杉矶的一个集市 在曼威武那边的一个集市 就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老爷爷经营的一个 就是相机的店 然后也不是店的 就是一个棚子下面挂了好多相机那种 然后它的每一部相机都是特别老 然后当时我是看到了好几部保利来 然后我觉得都 因为它上面都有划痕 我觉得就 我觉得对于复古的东西来说 这种使用过的痕迹就很有魅力 然后当时我是在这个相机和另一部粉色紫色配色的相机里面选 然后最后我想做一个cool girl 所以我就买了黑色的这个 然后相机也有很多选择 有颜色的 有黑白的 然后它还有其他颜色相框 就如果想只是想买一个保利来玩一玩的话 就可以买那个 就一两百刀它新出的那个 好像叫one step two 还是什么的 就是那个也可以 就是平时玩一玩就足够了 接下来要说的三个东西呢 也都算是挺有够实的 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我就是第一次来这边的迪士尼的时候 和我的草原小姐妹一起买 我当时想的是买一个 然后以后去迪士尼的时候 每次都带这个就不用再买第二个 但是第二次呢我还是又买了一个 这样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我觉得大家去了之后 如果没有特别吸引你的话 都可以买这个 就是明尼耳朵 然后就是 而且你还可以和男朋友买一样的 就男朋友买米鸡 配男朋友买米奇 你买米鸡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个就是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丢掉的东西 就是 sleep no more的面具 我记得就是这个sleep no more 这个剧刚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才可能初中高中 然后我就特别想看 然后当时是感恩节 然后我和高中同学一起 就是从 比如我是从加州嘛 然后还有从西雅图 还有就是亚特兰大 然后大家一起都去纽约见面 就是我在想终于有机会 然后一定要去看这部剧 然后进门的时候 就是它会是先进到一个酒吧 然后因为我们都不到21岁 然后进门的时候 它就在我们手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巴掺 就是告诉你不能喝酒 所以说我们去了已经点了一杯可乐 在你拿门票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非常神秘 它会每个人给发一个这样的面具 售票员的手里拿了好几张扑克 然后你随便抽一张 然后那个就是你的门票 然后到时候会根据你扑克上的字 把你带到不同的楼层 就这样翻译 因为我是在纽约看的嘛 所以说就可能没有那么限制 所以说我看到的 有一幕里面演员全裸了 但是它不会给你看那些就是敏感的 它只是就是嗯 你懂 印象比较深的是 我特别有幸和一个演员互动了 就我之前看的时候是 有一个男演员 把另一个女观众 就是拉起手就跑 就是追都追不上 追不上的那种 就直接就跑了 我也不知道跑到哪 我们在跟着一个女演员 看她演的那个过程中 那个女演员突然就向我走了 然后离得我特别近 就离得这么近吧 然后就开始拿手 不是拿手 是拿鼻子 吻我的脖子 就靠得特别近 然后吻完我的脖子 对我斜那一笑 就走了 这个剧我觉得以后 我可能还会去看 因为就是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看过麦克白 所以说只去看一次 这个静默式写剧 你会就其实是摸不着头脑 你并不知道这个在讲什么 然后我觉得我以后 可能会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再去看一两次这个剧 然后听说这个剧在上海有演 然后如果国内 也想去看的同学们 可以去上海 然后好像会有挺长时间的 就叫Sleep No More 它翻译可能是不眠之夜吧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 然后到时候都会有这个面具 剩下就是我床上的两个娃娃 然后这个我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我这个是在上海迪士尼买的 我记得上海迪士尼开园那一天 当天是我的生日 然后我一开始就特别喜欢迪士尼 就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迪士尼工作 就是让我去扫地 有多愿意的那种 然后这个当时是我从 就上海迪士尼买到的一个草莓熊 然后其实我当时还没有看过 那一部玩具走动员 就我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是一个那么坏的角色 因为它是草莓熊嘛 然后所以它是草莓味道的熊 所以叫草莓熊 嗯 现在贴近了还能闻到 就我刚买的时候真的把它放在卧室里面 整个卧室都是草莓味 然后呃 现在还可以闻到 我感觉后来还挺多人买这个熊的 我觉得嗯 挺可爱的 大家可以因为它的外表 忘记了它那个邪恶的本质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是在就是LA的Universal Studio买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每个女生是不是去了都会买 这个就是那个小黄人那电影里面那个女儿玩的一个独角兽 就长得英文一样只不过把她的脸压扁压成本而已 然后我还没有写什么东西 这个本真的有一种让人感觉就是在里面写愿望会实现的那种感觉 然后所以说我还是把它留着用来写愿望吧 就不用来写作业了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鞋 然后因为我觉得没有买鞋架嘛 等着再搬出去的时候买鞋架 所以所有鞋现在在地上放着 然后这边这个袋子里是当时 就是也算是一个奇遇我们当时和同学一起去买香水 然后就买了两瓶还是三瓶 然后那个人就特别热情送我们的小样香水加起来也有30毫升了吧 然后还送了我们两个包 所以说最后说是房间的话可能会把它捐到那个Goodwell那个箱子里吧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脏衣篮 然后这边放着我洗澡的时候要用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柜子上 柜子上放着我的几个平时用的包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按头的 按头神奇 每次真的太爽了 用这个的时候 下面就是一些柜子里面放不下的衣服 嗯 柜子里面 这边是帽子 这些都是衣服 我现在就是衣服 衣柜里面已经有点挂不下了 然后而且那个衣架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够 所以说我搬出去后应该再会买一拨衣架 然后到时候把我的 就是怕有折痕的衣服都挂起来 第一层就是满满的衣服 第二层就是放些内衣 然后睡衣 运动时候穿的lagging什么的都在第二层放 然后第三层呢 就是我的食物 但是我都吃完了 然后也没有继续再补货 因为想健身嘛 然后不是 想健身 想减肥 然后就总觉得就是放太多吃的就永远都不可能瘦 因为你每次饿了就会放松自己 你知道的 如果房间里面有吃的是绝对没有可能 就是你不吃的 就我没有那样的自制力 所以说就从根源抓起 干脆就不要买 所以说现在这里面也基本上空了 关于我室友的问题 就是我当时是想找一个外国室友 然后可以和外国室友一起就是多交流嘛 然后提高下自己的口语 然后当时我就是在Facebook上面发了一个我的自我介绍 然后就问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住双人间啊什么的 然后当时我的室友就联系我 然后她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女孩 然后人也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呢 确实是起到了就是那种认识别的国家朋友的那种意思 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室友在这儿住了不到十天二十天的时间 就找到了男朋友 然后找到男朋友之后她就去和男朋友搬着住了 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现在就是相当于一个双人间只有我一个人在住 然后我在经过她的允许之后呢 就也可以暂时先把我的东西放到她那儿去 嗯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我感觉还说了挺多的 非常开心到我这次机会可以帮我记录一下 就是我大一所经历过的这些故事 然后其实本来觉得时间过得挺快 但是仔细想一下确实发生了不少事情 然后嗯 我感觉就是搬出去就是一个大一学难的结束吧 我感觉我大一做的各方面不是特别好 然后希望我通过搬家这个方式 给自己获得一个全新的开始 然后大二一定要好好努力 嗯那就是这样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点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嗯刚才结尾录一般突然相机没电了 然后就再做一个结尾吧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开心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就这样啦 拜拜 我是在看了一个YouTuber叫Cat Creature的视频之后呢 就觉得这种Room Tour形式挺好的 去忙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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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